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週一次的利是台 自從上星期六出完影片後 近日都沒有新聞更新 所以就等到昨晚踢完那場對史特加的有賽才有新的話題 昨晚那場是新球季的第一場有賽 對著剛剛由德月升上德甲的史特加 大家在直播或精華時也看到 這場的難度也挺高 因為球場的攝影機角度比較平 如果在攝影機的攝影機是很難看得清楚 甚至是對控球的人是誰都未必分得到 始終那場是奧地利第三級別球隊的主場 看台只有一個這麼大把 其實我十幾年前還在中學的時候 踢香港的學界的場 其實都不是差很多 背景我們在龍門後面看到我們的隊巴都拍在外面 所以可想而知這場是多麼簡陋 接下來星期二那場對薩爾斯堡紅牛的有賽 場景的觀賞角度一定會好一些 因為出到薩爾斯堡紅牛的主場 上年我們歐聯分組賽都去過那裡踢 既然可以踢到歐聯級賽事 自然球場的觀賞角度也會好一點 接著說回球賽 正選項主要是阿力珊尼亞諾 神軒和馬力普三個人未相遇 其他人基本上是力高威廉斯頂了右閘位 中場是法賓奴 基達和居迪斯中斯其他三佔籌和防線都是主力進出的 不過看到場地的狀態是比較差的 因為當地下了很大的雨 有積水和草皮都看到是比較鬆的 一剷下去可能整塊草皮踢起了 也影響了球員們的發揮 在開賽組段時看到法賓奴 因為可能不適應場地 真的有失誤出現了 令到人們可以打到一個反擊 但幸好之後全隊都適應 表現就開始正常一點 雖然當然一定受到場地影響 正選陣容中大家都有正常的發揮 尤其是兩個Boss to Box的中場 中斯和基達的發揮也特別好 中斯就錄得著一個助攻 在左邊的地坡傳中助攻 被費明盧入了一球 自己也射過一球 阻鋪射門當然不是太大威脅 但是基達也單刀入了一球 和他們兩個在全場的攻守的參與率都很高 是串連了整場球中場的爭奪 但是如果說前線的話 SALA的發揮就沒有太好 算是比較沉寂的一場 和文尼也有個單刀的機會是射不入的 這兩個人可能算是正選陣容中 表現比較失色的兩個人 去到亞盤場就直接換了11個人 如果以下半場來說 那堆人中我覺得比較表現好的 可能就是阿祖安 也看到他擋了兩個對方的射門 也挺有難度的 還有一個全中出刑 打了手錘也不錯 打得很紮實的 就算是比起上季歐聯那次的犯錯以來 那個狀態也改善了很多 而納野拓實的表現也看到他改善了很多 還有森美卡斯在左路的配合也做得不錯 算是配合得到 他在左翼的位置的回防頻率也高 另一方面 右翼的哈菲艾利諾 那個進攻威脅也是很大的 有一球遠射 還有和米拿做了一個撞場的配合 然後令到尖士米拿可以有個頭錘攻援 都做得很好在那一個攻勢裡 而新加盟的希臘左閘 森美卡斯 他第一場表現都算不錯 攻守都十分之勤力的 但是可能也跟隊友未算合得太好 和納野拓實的互傳都可以的 但是有一次我相信大家也有聽到的 就是尖士米拿想打個撞場 尖士米拿傳了球給他 已經走上前了 但是森美卡斯沒有傳球給尖士米拿 尖士米拿罵了他粗口 然後場邊收音是錄了的 其他方面他表現都算是這樣的 以一個剛剛來了一個禮拜 操了一陣子的球員來說都可以 中場方面韋亞道武的控制中場效果都不錯 表現算是中場比較突出的一個 鼓跡和拍檔的中場就比較欠缺一些 比較令人留下印象的表現 真的不太突出 如果想留隊的話可能真的要再努力一點點 而前方的布斯達入了一球的 他那個可以見到他那個部位埋門的能力都見識到了 都明白他為什麼在英冠可以 一個半季入了十一球 二十二場聯賽中 而他也有兩個疑似 以暗區內被侵犯的事件 但因為始終鏡頭不是太清楚 也沒有重播給我們看 所以也不知道球證有沒有判錯 還是真的被人侵犯了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也看到他和費命路 不是一種同類型的前鋒 講求他自己的埋門的能力比較多 不是組織型的 所以看到他足球的機會不會特別多 可能要多些時間看看他如何發揮 才知道他今季高普會不會想留下他來使用 接著講一下後方幾個年青人 就好像菲律斯 上季就借了去我們今場對家的史特加 踢得月 他踢史特加上季都不是一個必然正選 聯賽只踢得19場 即是大概一半的場次 但今場來說都算是平穩 但不是一個突出的表現 都看到他控球全球攔截都有點大 但又未至於很有統治力感 而右閘的賀化和菲律斯的中堅拍檔 雲丹貝治 兩個的級數明顯是不夠的 賀化的犯錯都算多 然後雲丹貝治也很明顯是頂不住對方的黑人 那個爆炸頭那個人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但就完全是被人壓著來踢 很明顯的級數不夠了 反而在最後20多分鐘入締 雲丹貝治的中堅球員 那個17歲的新人 89號的Now 就譯做古尾素 他踢得不錯 身材很高大 看見有幾球角球爭頂 是完全贏了 制空力挺強的 用球能力也好 在後方可以猜到球 做到長傳 還有一球很漂亮的斜線傳送 給森米卡斯去鎖路進攻 就今場而言 祖高美斯和雲丹克以外的中堅 最好都可以喊他 所以我覺得看上去比菲利普斯更好 如果他今季是否真的有能力 如果球隊不買中堅 就說他能否頂到第四中堅 可能還需要多點時間去看 始終他是17歲 但是高普在我們季前 跟他17歲時逐約 簽了第一份職業球員合約 當時高普對他的評價都很高 還說他這兩年增高了差不多20cm 相信高普也對他有一定期望 可能今季都有不少機會見到他 即使他不是我們第四中堅 即是可能我們買了人回來 他不是我們第四中堅的選擇 但至少本土杯賽都會有機會見到他 今個星期的利次台先說到這裡 接下來星期二晚有對薩爾斯堡紅牛的有賽 以及星期六晚會有對阿仙奴的社區盾比賽 到時再跟大家觀察一下上陣球員的表現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的分析 看完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是不專業研究所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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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